是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啊 他曾经讲说呢 希望选前最后一个月 让黄昭顺的支持度 能够超过杨秋新 结果呢 接连两次民调 黄昭顺呢 都远远落在后面呢 现在只剩下23天了 国民党高层决定 由党主席马英九 亲笔写一封的催票信 要来一个同志呢 一定要挺自己人挺到底 不要让气宝效应炒得这么热 因此这两天呢 高雄县市14万名的国民党员呢 会陆陆续续的接到 马总统的亲笔信函 马英九亲笔信的文宣 急速的从印刷机送出 党务高层亲自坐镇 不敢松懈 因为这封马英九给党员的亲笔信 就是要对气宝来消毒 信上头说 不管杨秋新现在 以什么名义来参选 即使当选都一定还是绿色执政 不会改变 还说陈局杨秋新 都是民进党内 台独运动出身的同志 政治立场向来跟泛蓝背道而驰 只是这封信的标题是 我只把党旗交给二号的黄昭顺 但是黄昭顺跟马英九的合照中 黄昭顺的手里却还是指的一号 这对照黄昭顺说过 不期望高雄会翻盘 马英九讲过的 他不反对别人气宝 这份对蓝军的诉求亲笔信 显然又出锤了 对这个是从昨天晚上 九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才揭稿 然后直接昨天晚上就一直坐板 然后今天早上 我们就一直就上机印刷 依据在今天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 一定全部完成 然后今天全部记住 陈峰马英九的亲笔信 在昨天晚间九点半 送到高雄市党部 为了争取时效连夜来置板 早上已经开始在印刷 预计明后天将会寄送到 高雄县市14万党员的手中 昨天新闻 刘依钦孙颖玉高雄报道